大家好,我是微笑 今天送外卖回来太晚了 我就准备交一个外卖 然后给我儿子 儿子 儿子 我外卖费用是多少钱啊 我没吃过的 我真的不是这么多 你们吃吧 快点,你剪掉我的太贵了 你剪掉我的 我等一下煮个泡面吃 给你们看一看他们 两个叫的是什么 你看一下 一个牛肉面 一个炸鸡排 103 然后一个香煎三 肉燥饭三个 他们三个人吃够了 你看一起322块钱 他这个平台费怎么还有2块钱呢 嗯 对啊,全部都有的 嗯 那他为什么现在快递费都不要钱了 快递啊 快递账不用了 哦 那如果我们是去那里吃要多少钱一块 5千 哇 其实也是挺贵的 那你们就这样吃吧 你看 已经 已经买了 你看 他要到 到6点45 到6点55 送 然后现在是 6点23 半个小时之后送是吧 嗯 那也可以哦 你看 加上我的一份面都是500多块钱了 哎呦 我肯定舍不得了 我今天从12点14 然后送到15点多一点点 然后赚了165块钱 这500多我肯定是舍不得的 我还是自己做面条吃吧 我现在开始煮面了 煮泡面的时候 我再放一点这个雪皮 再放在里面去吃 加一点油 这个不吃就更坏了 你看 放一点点吧 不多 然后这个煮开了 我们就把这个放下去吧 这个芹菜就放在泡面里面去就行了 我泡面这里也加了水 我把泡面放进去 把它煮一下吧 这个面也太煮好了 我们就把这个 姜放进去先啊 哇 看起来也是很美味的感觉 把芹菜也放进去先 你看这个泡面 加点芹菜也是很好吃的吧 这个是很有营养了吧 吃一盒先 把丁 哇 我再来了 第二块不弄呀 来的 就帮他们摆出饼子 你看 你做什么 等 等 等 你等 你等 哈哈哈 他已经说了 会摆在门外的了 哇 300多块钱的东西 你看一下我的泡面 看看有些什么吃的啊 这个是什么 还好我会看 哎哟 这个你可以给你的弟弟一起吃 这个是不是牛肉面的 这个 你做个名啊 你看 300多 他们连个筷子都没有 还有我们自己拿筷子 你看他们这个牛肉 这个牛肉都是100多 然后这一份也是100多 这家这么一点点 100多 这一块塔 这个塔这么一点点 然后这个也是100多 哎哟我觉得外卖还是贵啊老公 还是自己最便宜是吧 你看我吃的 我吃的才成本才10块钱都不到 我问一下我女儿好不好吃先 女儿好不好吃啊 好吃啊 妈妈做饭好吃还是外卖好吃啊 妈妈 那妈妈做饭是不是很难吃啊 嗯 不是啊 那你为什么喜欢吃外卖呢 啊 为什么呢 他没人啊 妈妈 这是妈妈做的不好吃是吧 嗯 但是外面的更好吃是吧 有味精是吧 嗯 你看 我这个泡面还是很美味 他们三个一人吃一个 哎 走 我这是什么都吃 我女儿就是有点有点点挑食 嗯 他就这样吃的 我们就现在开始吃面了 这个面 应该是5块钱一包吧 有人问为什么他不要外卖费了 因为他把外卖费跟他原来的价钱 两个人合在一起了 才是100多 他本来这个面是卖80多块钱的 你合在一起100多他就刷进去了 有的餐厅他是 这个面是多少钱 在店里卖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但是他是外卖费 他已经是在系统里面显示多少钱了 一般都是 近的一般都是30 如果远的都是50到60左右了 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现在明白了吧 他为什么不要外卖费的 其实也是要了的 也是 要了差不多 我想一下算下这三个 平台 他最少要了差不多要了 差不多 八九十块钱了 你还别说不要了 最少八九十块钱多了 如果我们去餐厅里面去吃这三个 200多一点点搞定了 等的时候也等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吧 左右 然后他才送上来 然后 300多块钱 你们觉得贵吗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了 我们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我们吃东西了 拜拜 谢谢大家快乐微笑的视频了